南宫黎月倒下去那一瞬 萧景觉将她接在怀中 你 你谋话 话没说完 南宫黎月已经彻底地晕倒过去 是啊 我谋话的 可我若不谋话 月小姐怎么肯亲自来我这听竹轩呢 若我不谋话 我如今还怎么私下见你呢 若我不谋话 我此刻如何还能将你拥入怀中呢 我明知道能将你拥入怀中 全部都是我的妄言 可是谋话让我此刻得逞了 殿下 解药 解药真好 无色无味 放在药里 即便是黎月这样的高手 也是察觉不出来的 殿下 时间差不多了 咱们放她出去吧 对啊 时间差不多了 再不放她出去的话 外面的人该察觉了 是啊 南宫小姐身边还有龙影卫守护呢 以咱们现在的处境惹不起 当南宫黎月出来之后 听竹轩便差不多是给疯了 小姐 现在已经很晚了 咱们抓紧时间回去休息一会儿吧 一会儿天亮了 将军府就要接小姐回府上了 不能回公主那儿了 你离我也稍微远一点 我接触了属于患者 也不敢全人确定是否传染上了 若是传染给公主 那罪过就大了 我们去宫门口等着 等宫门一开就回府 等回府之后 我禁闭于房间 不出不入 每日膳食所需等等 给我送到门口 我自己取 如果十天半月 我确定没有染上鼠疫 我再出来 早知道就让我进去好了 秦王子也不过只是一个 被大圣国抛弃的王子 如何能比得上小姐尊贵啊 我只是与你交代 又不是真的就已经传染上了 行了 我今日累了 到宫门口坐下歇会儿 等着开宫门